近年工作还深放在内地的陈柏林 因为疫情近一年主要都留在台湾 但就甚少公开露面 据知2020年柏林都只是接拍了一部电影 不少粉丝都心想 柏林是否挂着搞自己品牌从此减产演出呢 不过影迷可以放心了 2021年首度开工的柏林 在出席品牌活动时就说新一年已经想好了计划 会放多些时间在电影叫大家拭目以待 最近啊 最近其实就是准备看一些新的剧本 然后今年应该会有两部电影在台湾拍 对所以最近都在做前置作业 所以有大家看到什么 有差不多暑假吧 暑假左右 对希望大家期待 最近在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那个片名 对因为我们想片名想了快很久了 对所以都有跟制片监制导演一起在想 就是脑力激荡 到底要叫什么片名 那接下来团队的两个是有什么同样的角色 从来没有拍过的 然后 一个是剧情片一个是喜剧片 对希望大家可以期待 今年将踏入38岁的柏林和另一半陈婷孙 已经拍拖八年 新一年的计划应该有考虑成家立室了吧 不过一说到相关话题 柏林就大沙太极见半朋友杨又玲出来 今年我觉得就是希望世界的那个病毒赶快消失 然后大家才会更自在的可以旅游啊工作啊 要不然其实限制很多 因为如果你现在要去外地工作的话 第一个有风险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隔离就需要花掉快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其实时间就会这样子被消耗掉 那跟你整齐的男生大概很多都是剪婚生小孩的 哈哈哈哈 这个没有 还没有 有的话就会 对 学幼幼吧 我不知道啊 就是有了之后才会工作 对对对 如果真的怎么样 对 真的有饱饱的状态才会这样 我不知道 问到柏林农历新年有什么活动 柏林就说很想去旅行 不过因为疫情 今年决定到郊外露营 当是暂时指下旅游人啦 好期待 さ浅 好期待 好期待